哈囉 大家好 我是FoodExpert Chi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喔 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錄影 就是非常的不自然 可是沒關係 我很會講中文 所以其實我不擔心 只是怕 你可能覺得有點KK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講 所以 好 謝謝你 辛苦你了 好 那今天呢 這是影片 非常的特別 這也是我整個就是一系列 我想要排一個系列 而這個系列就是說 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些 就是影響著我 影響著我的人 的一系列的影片 那今天這個影片非常特別 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很知名的作家 這位作家叫做皮亞諾 那他非常的 嗯 非常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 人目前是居住在歐洲 那他其實已經在歐洲住了好幾好幾年了 那他除了是自己有出書之外呢 他還有在國際換日線這邊 當那個專欄的作家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棒 所以我想跟大家 稍微聊一下這個人 那其實皮亞諾 他是我高中的時候的音樂老師 然後 你知道 台灣就是一個非常 以考試為主的國家 也就是學生 基本上呢 只要在學習好就是一定會考試 那那時候我記得常常 八節課裡面會有九張考卷要考 那時候覺得 喔 好煩的 我是考試 然後 嗯 基本上 大部分的老師都會 以考試的成績為主 大家都會說 啊你們成績又下滑了 或是 耶 你們成績進步了很棒啊 繼續加油啊 什麼這類的話 然後其實聽久了覺得 喔好煩的 都是考試 考試 好像 考試就是定義我這個人 我如果考得很好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如果考得不好 那就是我就是不怎麼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心理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畢竟自己是高中生嘛 不可能不考試的 所以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其實好習慣 那其實我們也從很小就一直都會考試 所以 其實那時候 嗯 雖然不喜歡 可是 不得不考 那 其實 嗯 我那時候上皮亞諾老師的課 所以覺得 就是 喔 一定就是一個 一直要講考試的人 果真 英文科也是要考試的 這是沒有完全避不開的 避不掉的 但那時候除了 嗯 考一些比較複雜的 就是那種什麼樂理啦 音樂的歷史之外呢 皮亞諾老師有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除了讓我們學一些很理論性的東西之外 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些他旅遊 或者是他出國一些經驗 那其實這些經驗對我來說是 嗯 應該說影響我蠻大 因為除了看照片以外 其實我很喜歡聽一些 就是 嗯 故事啊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經驗 那我覺得 嗯 透過皮亞諾老師的分享 我個人的 對我個人的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覺得好像 喔 突然發現 這個世界除了 一直很在乎考試這樣的一個事情之外 其實 這世界很大欸 就是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風俗民情 等著我去發現 等著我去體驗 所以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決定 我以後一定要 就是多去看一看 不見得是住在國外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去 多多去看一看 然後 嗯 我高中畢業之後 我不知道是 馬上還是過了幾年之後 皮亞諾老師 就辭職了 那那時候其實他辭職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震驚的 因為 嗯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要考上一個公立學校的老師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正式老師 超難考 大概可能 可能一百萬個裡面取一個話 這有點誇事吧 可是大概目前的錄取率可能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都覺得已經很高了 那那時候皮亞諾老師 明明有沒有這樣的鐵飯碗 他竟然辭職了 然後所以大家聽到的時候都覺得 怎麼可能 他到底在想什麼 可是那時候 嗯 他這樣子的決心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很敬佩 因為覺得 哇 真的是太勇敢了 然後他辭職之後呢 我就聽說他人搬到歐洲去 然後在一個小小的一個地方 就是 居住在那邊 然後好像在那邊工作吧 那確實他做什麼工作 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就覺得 哇 非常勇敢 因為其實 我認識很多人裡面 他們都有出國的夢想 都會覺得 哇 我一定要出國 一定要怎麼樣 可是 不知道 到了某一個年紀 或是到達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好像他們就會覺得 啊 這個夢想離我好像很遙遠 我看算了吧 反正 坐在台灣也沒有不好啊 坐在台灣也蠻方便的啊 又離我的家人很近 那我們又可以互相照顧什麼什麼 所以久了之後 會因為種種的個人 或是一些其他的理由 就好像就覺得 喔 反正我不出國 我不離開 我都出事圈 好像也可以過嘛 所以很多人都會 一開始秉持這個夢想 然後這個夢想 會隨著時間流失慢慢淡掉 那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哇 原來Piano老師是 就是真的不一樣 他不是 就是 他不會找許許多多的理由 或是因為有很多因素 而去放棄自己這樣子的一個志向 我覺得他這樣真的是超偉大的 然後 嗯 或許他不知道 可是這幾年 我就常常都在他的Facebook上面 關注他的一些訊息 然後我就覺得 還是就覺得非常的欽佩 他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那他在歐洲也居住蠻久的 後來他就是 應該是在那邊認識 他是現在的先生 然後 兩個就結婚 那現在就搬到德國 那我覺得這樣的故事 真的 我不知道 或許 嗯 很多人覺得 喔 那我認識很多人都這樣 可是對我來講 喔 超特別 那 因為我覺得他的故事 真的真的是太酷了 所以呢 我就要買了他的書 那時候買這本書 嗯 也不是因為自己 特別想去印度 或是甚至想要了解印度 就是覺得 我想要看皮亞諾老師寫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這本 這本書 我覺得很棒耶 呃 我不是在工商服務 我只是覺得說 真心的覺得這本書真的很棒 就是 它所有地圖之外 還有好多好多故事 然後除了這些故事以外 它還很清楚的給你一些旅遊資訊啊 或者是一些歷史的一些背景 然後還有 比如說不同的 嗯 佛教的一些派別 或是一些 嗯 印度的習俗 或者是文化上面的 我覺得很酷的 那個 一些分享 我覺得這本書蠻好的 就是很漂亮的一本書 裡面的照片非常的美啊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呢 如果你的朋友想去印度 或是對印度有一點點興趣的話 我可以推薦這本書 那Piano老師目前總共寫了三本書 那 我有把那些連結都貼到下面那個 資訊欄的地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來看 甚至買來看 我覺得 都還不錯 然後 嗯 我就 其實我這支影片呢 重點 除了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Piano這個老師很棒 然後一些 嗯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這本書很棒之外呢 我其實我的重點 我都把最好的留在最後 你看 最精華留在最後 我是要謝謝Piano老師寄了這個明信片給我 這一個明信 這張明信片是Piano老師最近才記得 我看他上面寫的日記是 4月9號從義大利寄出 那我想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 嗯 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 油搓 一看 這是不是超漂亮 我覺得很精緻 很美 超值得收藏的 然後 這邊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風 那Piano老師說 這是 剛剛明信片是旁貝 這裏其中的一個遺跡 很難想像一次火山爆發 毀了一個城市 我其實從國小三年級 課本上出現龐貝城 就是如何的 就是火山爆發一系之間 毀了整個 呃 城市 這件事情 就是我讀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 非常非常地想去看龐貝城 可是 時至今日 都已經過了幾百幾萬年了 我還是沒去過 呃 好想去 好 反正就是謝謝Piano老師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偉大 非常困難的事情 不過我目前在努力中 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達成 這樣的一個夢想跟目標 那我更希望 自己有一天可以去拜訪 龐貝城 那如果去歐洲的話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Piano老師在見個面呢 嗯 不知道咯 好啦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收看 那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Piano老師 寫這個明信片給我 因為這封明信片 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張明信片 可是對我來講意義非常重大 它無時無刻會提醒著我 好好去追夢了 好啦 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這是我第一次講中文的真字影片裡面 全部都講中文 呃 如果你很需要英文版的話 沒有問題 就是以下 下面有一個連結 就是給你點進去聽英文版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故事 只是英文版的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啊 或者是你想聽英文版的話 沒有問題 這個連結就切給他 或是你自己點來看咯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請你幫我按個訂閱 因為 你只要看我數字就知道 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就給我按個訂閱 表示支持我一下下咯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也請你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跟我說什麼話 其實呢 你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所以我很開心 超喜歡看你們的留言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再看我的其他的東西 也歡迎你去看我的 Youtube頻道 呃 想這Youtube在幹嘛 歡迎去看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還有一個部落格 就是寫文章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連結全部通通都在咨詢欄裡面 所以請你 歡迎你不另去指教囉 也多多來參觀我的東西 看看我的東西 我很喜歡跟你分享的 謝謝你的收看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我的中文的影片 你還蠻喜歡的話 那也麻煩你讓我知道一下 謝謝你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